好,开始 随便一关吧 希望终极版会多一些难度高的关系 现在不够 随便一关我记得就是终极这个啊 我想起来是关卡 随便一关你记得是最后奥迪会出来 等一下我调一调音量听不到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听不听不到 我说这一关最后奥迪会出来 其实九尾蛮强的啊 九尾不弱 因为我二代的时候 我二代的时候 我好像 没怎么玩九尾 嗯,我没有玩过前一代因为 上一代没有在PC上面 所以我没有 不过我听人家说好像上 上一代真的不错了 还有 就是很多 关卡 很多 Endgame Hunter 他已经强 他不神格都已经强过铝布了 有啊,我还是觉得铝布比较弱 没错 我感觉 他不用神格都可以玩到铝布啊 他的神技太强了 还有他 他的属性 他的招式带属性最多 战国那边的武将那个效率真的快很多 没办法 战国士的神助攻准太靠了 对 三国那边已经加强了两次 还是那个效率还是不如 日本那边 传承带属性 根本不需要天空天 终极版 终极版 十个格子 然后很多终身 我都不知道 放哪些 他根本 随便装几个就已经无敌了 觉得 他不是有说 所以最后一个隐藏角就是 怕救死 看来好像是这样 可是 还是没有 100个percent 确定 我根本没有 没有玩过怕的消失 没怎么练他 根本是 洛基和奥丁我都没怎么玩 我不喜欢他们的造型 那个奥丁 称为一个最终的boss 好像 一点霸气都没有 感觉 我觉得还是原理是比较好的 对 而且洛基那个造型也是 也是 我不是很感兴趣 真的 真的 新的人物我最 期待的是 杨减 我觉得 盖亚可以 盖亚应该很强 看他的 我觉得我会把他被 压解那一系列 就是变成 一个T 看到他那个范围真的 很大 而且抓年纪数很容易 我觉得他们这个操作 很奇怪 这个奶奶 是一个 少女啊 然后 就是 是一个大叔 的造型 这波操作有点奇怪 他挡住 因为我玩过二代 就知道 真原理是跟 原理的关系 其实剧情方面我真的 没什么留意 应该应该不是 是最主要的 就是我自从一代玩上来 所以我知道 剧情是怎样 原理是说是 翼龙变的 翼龙 受到那个邪气 他被 我看过 看过在youtube上面看过 大概知道是什么 一代我只是 我只是玩过 魔王寨林 然后就没玩了 然后就有 差不多十年没玩过 魔王寨林当时在 PS2上面玩了 对啊 我也是玩PS2 后来PS2又玩一次 那个时候出了掌机 然后他 他那个 蛇魔2 因为他没在PC版上面 所以我就没玩了 我觉得 重机版 可以加 上一代那个 真 呃 龙霜 战场 然後讓玩家去自定義一些地圖,一些關卡 你覺得可以出這種嗎?自己製作地圖還蠻猛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是一個Endgame,可以玩很久 因為是自定義,你愛怎麼弄又怎麼弄 這個遊戲太多無敵的手段,我覺得 很容易就無敵,沒什麼難度 就那個寬人,那個龍轉風 你打一下寬人,打一下寬人,基本上就無敵了 而且是免費的,根本不需要消耗任何東西 這遊戲已經不是在,有些人玩這遊戲在看劇情 這根本就是這種超人遊戲 劇情方面,人人都說這一代是最沒有帶入感的 因為你選一個人物,然後NPC也會出現同一個人物 然後就兩個同一個人物就在一個戰場上面 欸,你怎麼推出啊? 跳到 再要一次吧,我要換人物按錯 OK 我也寬一下 等我一下 嗯 嗯 進來吧 兩個人物按一次 嗯,我有困盾,可是看看哪一關 嗯,38 level 不玩你 太低了 嗯 希望多一些像這一關的關卡 現在不夠多 這一關算是最難的我覺得 的確是,最難 我就是想多一些這樣的關卡 可是可能對 第一次玩無數 然後覺得好難 第一次還可以 第一次 可能我 我的 主力人物 我是沒有什麼金 這個金那個 所以 都很強 所以 第一次打這關 都打了半個小時 因為不熟心 第一次 對 我覺得混沌的 三角形 好猛 他可以自扣 好爽 因為我二代的時候 二代就有混沌 可是 二代的混沌是 你要把無技模式全破 嗯 那有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把主線破一破 混沌我一直都放在 輔助人物 他們 的隊伍裡面 沒怎麼用過 因為他加了太多了 也又在這邊 好 好 好 這樣我可以來打 穩漾 我是 電腦只能接S-BUS搖桿 PFO搖桿很難接 我這個搖桿還是 很多年前 已經 我是S-BUS 不知道什麼時候買 好 終極版 十個劍 我想一想 我要加 哪兩個屬性 比較好 十個格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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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 他有個東西沒弄到 他那個 戰國四 不是會有那個箭頭嗎 箭頭會引導 去那個 那個地方 他會自動幫你規劃路線 喔 是嗎 他這 他就沒有做進來 我覺得很可惜 其實這個遊戲 很多地方都可以改進 我覺得骨折的太爛了 骨折的 上一個遊戲就是那個啊 什麼 什麼 無雙群星喔 全明星喔 超爛 就因為 好像那個 光榮二十年吧 還是怎樣 真的很爛 我朋友有買 他說 爛 他為了那個 人王去玩 有人王 有人王 人王 那現在我都沒玩過 我看過可是沒玩過 你看他的 爽人那個畫面 就是他 無雙做了這麼多年 是第一次把爽人畫面做成這個 就不一樣 不過這一代跟二代比起來 那個 AI有比較掌勁 那一代的AI真的是 我真的受不了 他 要一直救他你知道嗎 就是 他連打小兵都會打到自己死掉 嗯 的確這一代的攻擊慾望 的確是強了很多 我感覺 就AI啦 還有引路方面 一代還會那個卡牆卡很久 對 因為 對 我玩 我玩無雙 蛇魔在凌 那時候 覺得那些AI 那兵根本 圍著你 一直望著你 不會打你 他沒辦法 因為以前 三國 那一代是 三國 三國無雙四 三國無雙二 嗯 以前 因為以前 越前面的 越前面幾代一定那個 AI沒有很好 他一直慢慢改進 你覺得斬屬性怎麼樣 你覺得要改 我覺得 二代比較強 現在 三代有被改弱 我不知道3U會不會再被改弱 斬屬性好用 好用啊 很好用啊 很好用啊 你覺得 應該要消一下嗎 我覺得 還要再解決 我覺得 還要再解決 我覺得 要調一下 因為 你現在 斬屬性 是 一觸發 就 減三分之一的血 然後 然後 所有難度都變得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只不看 你斬屬性 有沒有出發而已 我覺得 嗯 越高難度 斬屬性的 那個 那個 減血的血量 應該是越來越少 我被頂 就 那 在 簡單 難度 就 扣 二分之一 然後 普通難度 就 三分之一 然後 困難就 四分之一 然後 修羅就五分之一 類似這樣 就是 就是 難度越高 扣血的血量 靠北 我被頂 他頂死掉 噢 幹 好恐怖 欸 諸葛亮怎麼傷害那麼高啊 呃 他那個 呵 他那個神速的確 很容易 打到 你掉不下來了 有時候 我 我 再 Eco 這關 男勝男在那個 之前打到 打到那個 後面 那個 AI死掉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無野 這一關其實很看考驗你對那些怪物的輸出 我覺得 AI死掉真的很忽厭 你有放天空天武嗎? 我忘記了耶 其實不需要天空天武 以前很需要現在很像這一代不用 不過我也放 我是不會禁什麼禁什麼的 我喜歡 至少我的阻力是越強越好 我覺得禁這個禁那個其實沒什麼意思 因為真的很容易無敵啊 太多無敵的手段 遊戲其實越做越誇張 你放 就算一些不那麼強的屬性 其實都是 只不過你殺的快和殺的慢的分別 不過你其實還是無敵的 所以沒什麼分別 我不會禁什麼禁什麼 最後呢 打那個巨大的寬點要小心 他會隨機弄那個嗎? 他很容易會瞄你 所以你打他一下 快要逃跑 那可不可以躲後面一點 躲? 你就是要躲嗎 我的原理 我的原理是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就是讓你的傷害變 讓你受的傷害變大 可是你的武功還很痛 喔那個那個你就更容易死掉 對啊 我忘記是什麼屬性 什麼猛襲什麼的 對猛襲猛罪 最後我每次都死在那種 靠北 就是自己發股 那個 那個有點坑 那就出境 自己的 傷害 加倍 有點坑 我覺得天公天舞 有那個 有那個副作用還差不多 然後再往他們 在那裡 當然 就會被人親自私 給他們 如此 誤選 吧 對猛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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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都沒有一隻狼狽 很喜歡這音樂 我覺得三代的BGM很好聽 我最喜歡是這一首 好像 很不過一切的往前衝動應該會有感覺 我覺得 那個什麼 其他代言蠻好聽的 打奧丁那一關的也蠻好聽 就是希臘神殿 最後一戰 好啦,去打那個大海上 打奧丁那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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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中槍我會石化他 到這裡 然後就任他石化 然後就 打掉那個煩靈 都滿了 然後伏氣輸來就幹掉了煩靈 伏氣怎麼還不出來 已經出來了吧 出來了出來了 要幹掉了 這個混沌好帥 4-8 最需要留意就是他巨大寬靈可以 秒殺你 所以其實我覺得 無論你 控制的武將 還是敵方的武將我覺得這血量都要 調高一些 血量可以再調高嗎 放兩條血量就可以 也可以 把防禦力再調高 這個秒秒秒的 不是你秒殺我 是我秒殺你 我覺得 減少很多樂趣 當然呢我不喜歡 打一個人都打半天 至少應該有一套連招才是 我覺得 這樣才有連招的 爽快感 好 好 換一下眼 看哪些眼睛呢 你覺得如果買那個3U的話,要買一般的升級還是要買那個? 一般就好了吧 可是有經驗值耶 沒用你經驗值 我現在已經全滿了 而且你是PC,你隨時可以用修改機修改出來 真的假的? 你隨時可以這樣 雖然我沒用過,不過你隨時可以用 啊怎麼改啊?我也不會啊 當然,無愧這遊戲已經太容易了,為什麼還要修改? 沒改過 這個選人界面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 看到眼睛很痛 你也用鋁波 一起用鋁波吧 看那個 看那個界面他媽的骨折 哪一關呢? 骨折還好他已經被敗了,好爽 呵呵 偷懶都不行 喔這個是9嗎?我記得 這首歌我覺得很好聽 嗯,這首也可以 我最喜歡就是剛才那首鞋馬台 這一帶很多好聽的部分 我還去載他的BGM 去Youtube找 嗯 有很多日本人都是有做一些BGM 這無窗的BGM真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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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我等不及了,我想玩終極吧 我也很想玩喔 我還在考慮要不要P4 P4在買一次耶 喔 因為我P4有阿 可是我P4是光碟版 喔 然後要升級的話很麻煩 升級的話可不可以用網路的下載版 一定是下載的 這段地圖還要找一下,你知道嗎 這段地圖還要找一下,你知道嗎 有點 P4到PC版呢 就都全修復了 因為... 我真的希望他那個啦 P4版的那一匹黑色的嘛 就是黑莉絲的嘛 到最後 PC版可以買得到 喔 就是 因為 我有飛嘛 我有那個 咒斯的那一匹嘛 喔 白色的呢 那個都好像也是 也是那個吧 事前登錄 死定 然後 發售的一周內裡滿 就有 我絕對會預購 絕對會 然後 其實他那些DLC我 很多都沒什麼興趣 我反而 很想拿那個 黑莉絲那個服裝 因為他很像荒野 那個K-dash 這個很挺有意思的 這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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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在 點滑 好嗎 要擊破那些 酒瓶 那些箱子 那些箱子在哪裡 就在你附近 找 找不在動 不是吧 就在你那邊 我去看看 打破了 難道要我來嗎 一定要我來 我打破了 我打破了 打破了沒有反應 要我來才反應 哈哈 我這一關 這個BGM是那個 黃金 黃金之亂的 那一關 你還喜歡什麼遊戲啊 蛤 還喜歡什麼遊戲啊 除了這個之外 我有 世紀帝國啊 什麼帝國 世紀帝國啊 那個 那個 我告訴你有沒有聽過 喔 微軟的 微軟 AGO Empire 喔 那個那個 AGO Empire 我準備要買 11月會有4K版啊 我那個 不是很 黃哥很多 因為 我 喜歡 星級爭霸 所以 其他的 我記得我剩下 除了這兩個 剩下都玩FPS 你會入手 三國之十四嗎 不會 不會 沒有玩過那個系列 之前也有玩過吃貴教條 我還蠻期待3U的劇情 我還蠻期待3U的劇情 到底黑力獅是個好人 絕對不會是 反派的 絕對不會是 絕對不會是 網路上面有人說黑力獅 會是幕後的 會嗎 我覺得不會 對 我只是覺得 應該3U會交代帕爾修 到底是怎樣 那是 肯定的 我覺得 其實劇情 我 不是很 很在意 因為我知道 都是 亂來的 就是 給你一個理由 在裡面打 在想那個 說不定他們已經開始在做絲帶 可能吧 好不容易把牛鬼殺了 沒所謂 想到怎麼大家都逃跑 肯定也是 還是奧丁做反派 肯定 你說4代嗎 我說3U 3U 可是重點是 他不同劇情 他都沒聽到的 如果不是他就是那個 大和尚 冰清聖 冰清聖 我覺得 你覺得下一代 會不會 講 風神演繹的 那個故事 無可能 因為楊姐也是算風神演繹的 對啊 我也這樣覺得 然後把 咒王啊 神功報 大家都 放進來 我也很想 至少再加一些希臘的 很優的 也可以 我覺得咒王 然後 他得到了大蛇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 可以寫 我覺得可以寫 秦始皇 因為不是好像有一代 在三國無雙有秦始皇 超扯 嗯 秦始皇也可以 有一代 超扯 我在那邊還 我在看影片 什麼什麼 秦始皇和 真三國無雙二有什麼秦始 真假的 和那個 秦始皇 還可以把下節 也 也放進來 對 超扯 好像是復活吧 反正什麼暴君的 什麼都放進來了 呵呵 哦 我也 我也 我有困燈 換一下 哦 我去一個廁所 好 阿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嗯 嗯 啊 回來了,你是要跨年嗎? 啊?你要跨年嗎? 不要跨年,趕快一個好 等你啊 好,開始 好,開始 困盾,妖屬,解除戰 這關 這關很白癡耶 我不記得 記得是孫悟空吧,白癡 孫悟空的這個形象真的很不好,我覺得在流行裡面 為什麼 他的形象好像 他的造型 我覺得 女忍者還滿好看的 可是他那個 他那個MOD還滿好看的 你看到的是我 因為我用了MOD 你看到是我的MOD還是原本的 原本的沒有很好看,然後你的MOD還滿好看的 他那個是我的MOD 對了,我都 我應該給你看一看福利 你是九尾嗎? 呃,雅典啦 在遊戲裡面 是你昨天 昨天用的那個嗎? 他用的那個MOD 我下一盤給你看看 下一盤 不過你看不到啊 沒所謂的 我把這個視頻上載而已 然後你可以看 我昨天看你的那個 我昨天看你的那個紀錄檔 我沒看到什麼福利啊 看不在套 我那時候還沒把它放進去 然後 那個什麼 昨天我不是有自己找到一個那個嗎? 嗯 自己有找到那個就是 兩塊布 對對對,就是那個 所以你等一下要拍那個喔? 我等一下用他 我給你看看 你應該不會上傳啊 那個上傳太誇張了 有 是有一點誇張 可是我今天 其實Youtube都說 你不要露點就好 好,不要露點就好 我也算對了 他那個也沒有露啊 他那個也沒有露啊 哇 我覺得宙斯好弱喔 就是聽說會加強 對啊 範圍還有 力量都加強 他也露了 受不了 的確現在 新的神當中 的確是他最弱 這個就是 以神 神明來講 真的不行 我覺得我往上跑 好 跟盾 而且他還是力量角嗎 我覺得他的傷害太低了 誰 宙斯啊 是啊 我聽說他是 他是會被加強 還有 很多三國 還有其他勢力的 原創的人物都會 加強 這是我聽說的 那推特上面也會講 你還沒打死他 剛剛有綠色那個 媽的 怎麼會找綠綠 雅典娜超肉 沒有怎麼練他 雅典娜嗎 對啊 雅典娜很強 沒有怎麼練 沒有怎麼練 他怎麼加都強 可能你還現在 玩的傻 不熟悉他 雅典娜還亂 真的很好笑 他在遊戲裡面 就是一個喜劇演員 跟那個 跟那個 腳一樣啊 三個都喜劇 你要熟悉他的 那個 什麼招式 是石化 什麼招式 是碎石 就是石化蠻好用的 不要在人堆裡放C6 因為他沒有 他是機型 他不是力型 沒有 對 是 有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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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投了嗎? 那亞典上面那個球球是什麼? 他是反光嘛 然後你 你頂那個球然後 放那些有光的招式反射那些光 你放一下C2C4 不要補弓 補弓沒效果 他那個球很強 他仿射那些光 範圍很大 他那個 他那個翅膀真的很帥 對啊 對啦 記得那個嗎? 關於平是 廢雷啊 很搞笑我覺得他 蠻那個 蠻薄和綠綠的 蠻薄和綠綠的 在跳舞 他那個 很搞笑 好 好 我要怎麼看得到啊? 好最後一盤啊 可能你真的看不到你在那邊 你 你 到時候看我的視頻嗎? 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 換那個Mode啊 然後你進去遊戲 在我旁邊 應該就看得到 好我就是 我就是 看你看不到 你都遊戲中嗎? 是遊戲中嗎? 好 第五章 仙界防衛者 又是昆盾難度啊 看不到嗎?怎麼看不到? 你 呵 你進去 等一下 等一下看看 最後一盤啊 進去遊戲中是不是? 對 那個 你到你來我這邊 來我這裡 看得到嗎? 對 對 看 看得到嗎? 看不到 還是 還是 原來的模樣嗎? 對 原來的模樣 讓我看一下 我看你沒有頭盔 然後 等一下 沒有頭盔 然後 一樣啊 衣服是 一樣的衣服 喔 那 那你看不到 你看我視頻吧 我這一盤就不用他了 沒關係 這一關是不是 揍水會下來 這一關 我不記得 揍水會降臨嗎? 是嗎? 我忘記了 我去另外一邊喔 我不記得 這一關是劇情吧 這個音樂也蠻棒的 有點 那個 這一關蠻那個 蠻麻煩的 這樣 一開始 就算 雲 一開始 一開始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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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你看我視頻 你晚上會PO嗎?還是什麼時候? 這裡已經是我晚上,我現在11點晚上 我知道啊,我是說 我現在不是在直播,我現在是錄製,所以我還是 我明天會上展 OK,那就大概是我晚上的時候 應該是 卡古亞在這一代真的是跟上一代很堅強,這一代完全變得很害羞 這一關就殺光那些兵 那些怪物很意思 來,木木,還是二代才有 好 韓邦也很白癡 之前不是有人用黃蓋嗎 然後就用他的袋子 偷看內褲 又一個老實接 黃蓋摔女角特輯 希望趕快把八袋 下一代應該就有八袋 好像是城樸吧八袋 你說三國武裝的八袋 因為下一代蛇魔師一定是上八跟戰國武吧 戰國武一直沒消息 我不知道 因為好像我聽說三國武裝八 那個人物的招式好像每個人都可以一樣 所以這樣嗎 我也沒玩過啊 我看朋友買了很多 我玩了15分鐘左右 然後就上掉遊戲 主要是 主要是想 拿那個服裝 然後 打了15分鐘左右 我就 把傷掉遊戲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想把武裝做得很像開放新世界 可是就是 武裝就很侷限啊 做開放新世界就很奇怪 是可以 可是你的 他夠給你的是他的那個 巡弱系 很難 很難其實我覺得 其實還是可以 不過 可能他第一次嘗試 做的不是很好 現在應該比一開始好多了吧 不過 如果你是不習慣這樣的 應該還是不習慣 混沌 他怎麼不是第一隻跟第二隻出現了吧 那都一樣 我最後給你看福利 所以你是用兩塊布是不是 對啊就是那個 我這邊看不到 因為可能是我沒有裝吧 我如果同時有那個模組應該就看得到 他應該是這個設定 你看視頻吧 比明天 我嗎 就是